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的初夏对于23岁的王一兰来说是个难忘的季节 因为在这个美好的夏天 她实现了自己20年来的一个梦想 就好像一个盲人突然睁开眼睛看见了月光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难以言语的感觉 很美好 王一兰所形容的美好感觉来自于她的双脚 20年来她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真正用双脚行走 就是这样的简单要求 在王一兰的生命中竟然那么难以实现 因为23年前 一场疾病导致了她双足的畸形 当我还是胎儿的时候 在母亲的肚里 胎儿的脊柱没有很好的闭合 留下来缺口 然后出生以后 我腰上就有一个小包 小包切掉以后 实际上里面的神经还是受到了影响 但是之后大概从四五岁开始 就是价值迹性开始出现了 后来越来越严重 大概发展了 发展有六七年或者七八年 那个双脚就已经扭曲成了很严重的样子 王一兰的双足是因为先天性脊椎裂 而引起的重度马蹄内帆足迹性 20年来只能用足备行走的双脚 一直是她的噩梦 面对这样难以治疗的疾病 一家人不知道跑过多少医院 一直没能解决困境 走路只能勉强的走几步 不能走远 所以在此后的将近二十年里 我几乎没出过家门 只能在家里吃个饭 上厕所什么的走动走动 再远的就不行了 在临床医学领域 科学家发现 下肢激情的患者 在各种激情当中占有很大主力 激情的原因包括先天遗传因素 后天伤病因素等 而因为外伤或疾病感染造成的下肢激情 是比较常见和腹发的 激情最正的 对于我们是我们感到很困惑的 就是特别是先进性激情 那么这样的激情 用穿通的脚型骨科手术方法是很难以解决 现在没法解决 那么有的患者没办法 也只能是采用戒指以后 安装价值的方法 但这样的方法 对患者来讲是很大的损失 很多患者也很难接受 严重的激情剥夺了王毅兰行走的权利 有限的活动范围也让她的生活缺失了很多色彩 无数次的求医经历 她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节肢 而王毅兰并不能接受这种无奈的选择 国家康复医院的秦四合教授 1978年做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例下肢肌型矫正手术 三十多年来 她一直希望能有更好的方法 为患者治疗激情 当时在明床上 用穿通的脚型骨科治疗各种各样的 治疾激情的过程当中 又遇到了很多很多复杂的严重的激情 不断用穿通的脚型骨科技术和方法来解决 王毅兰始终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双腿 像王毅兰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13岁的小女孩胡岳 也是一位先天性下肢肌型的患者 与王毅兰不同的是 她的左腿除了肌型之外 还比右腿短了一些 但她同样也不愿意用节肢的方法改变现状 面对下肢畸形患者的无助和绝望 秦四合教授苦苦思索 新的方法 所以有没有一种更新的治疗理论和技术 能够解决这些复杂的智奇系细和残缺 所以后来才了解到 在前苏联又后来是俄罗斯 有一个医生叫伊利扎福 他发现了一种理论 发明了一种技术 可以用很小的创伤 微创的前来 能够治疗各种各种的智奇机型和残缺 得到这个信息后 秦四合教授几次赴俄罗斯学习 并将这种新型的规创技术进行改进和提高 应用在国内传统的下肢畸形矫正治疗中 二十多年来 秦教授和团队在下肢的畸形矫正和功能重建上 利用细胞组织再生的理论体系 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 慢慢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 就是下肢矫形与功能重建外科 那么现在看下肢成长外科 在学术界 这不妨是国内和国际逐渐得到认可 那么更主要是呢 它在临床上 能够借助了很多长一堂的技术 甚至高新技术 很难借助的一些复杂的 这些的畸形和残缺 是很多患者受益 秦四何教授所说的下肢矫正与功能重建外科 是建立在人体组织细胞的再生学原理基础上 利用特制的辅具 对患者的畸形肢体进行微窗的牵拉和纠正 达到矫正畸形的目的 实际上这样 它是一种慢慢的不断的微小的创伤 我们叫微窗诱导 通过微窗诱导就生成一个这么一个策畸的环境 最后诱导就不得定在阻止的细胞 向正常的细胞分裂这个方向去转化 最后发生的细胞反对阻止再生 通过牵拉骨骼和肌肉组织能够促使细胞再生的理论 是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 以及大量临床实践证实的 多年来 秦教授利用这个方法 已经为5000多例患者成功解决了下肢畸形的痛苦 通过掐拉组织在上 那么掐拉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小的创伤 因为它都是通过一边掐拉 患者正是有一种掐拉的感受 微妙的空腾酸麻那种感觉 我觉得一个持续的掐拉 我们有时候要把它称为叫盈利刺激 组织在上以外 是一种刺激 2011年 王一兰来到了国家康复医院求医 找到了秦四合教授 原本不抱什么希望的王一兰 第一次见到秦教授之后 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他的腿 能否不截之 酒鬼老坛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脚背着地 让他无法正常行走 神奇的逆转 帮助他重新体会 行走的乐趣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副剧创想系列节目 屈指 用脚背走了二十多年路的王一兰并不希望通过节制的方法进行治疗 为此他找到了国家康复医院的秦四合教授 但耽搁了二十多年的疾病 还有救吗 当时我坐在轮椅上 他站在前面 我这下台头看着 一见他 他劈头就是一通马 现在开玩 这么大马 你咋干嘛去了 就这一通砸给我们 给我们马 就只能那么呆呆地听着 但是 后来我问他能治吗 他说能 就是麻烦点 一会儿舌头落了地 这 这可能是我人生当中最愉快的一次 挨骂的经历 原本对自己的双腿畸形已经绝望的王一兰 听说不用截肢 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中院检查后 秦四合教授首先为王一兰安排了左脚的手术 并根据他的畸形问题 为他设计了外固定器 很快 王一兰接受了第一次手术 左腿上被安装上这些外固定器之后 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正常 脚本来这样的时候 说了之后 他这个方向几乎就直了 然后已经上了那个铁架子 钢针穿着 在以后的这些日子里就慢慢地调整 让他这样正了 然后这样平了 再抬起来 这是挺漫长的一个工程 每一天都在调整 与王一兰一样 小姑娘胡岳也是因为先天下肢畸形而四处求医 但不同的是 胡岳的两条腿长度不一 也许面临着更复杂的治疗和矫正 十多年来 胡岳妈妈带着他跑过很多医院 但是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帮助他解决病痛 最后妈妈带着他来到了国家康复医院 到最后就是说人家都说上北京上海嘛 就是说北京鸡水堂我们也去了 到北京鸡水堂那时候医生告诉我们都说这有节肢 给我看了 当时我是高高兴兴人来看的 结果这样给我说 我说节肢我就不解了 我也没有办法 之后就带他回去了 胡岳的左脚是用足背行走的 他在刚出生的时候 就出现了左脚骨骼发育不完全的情况 脚背朝底下的 这个踝关节是走路的 等于他这个脚掌朝上的 等于是这样子走路的 在他上学各方面的时候 心理比人家承受压力肯定要大一点 因为人家看到他的眼光也不一样的 因为他心里肯定就有压力 是吧 都不像人家正常的那一种 针对胡岳的下肢畸形状况 秦四合教授制定了两个阶段的治疗方案 第一步是先通过牵拉 为胡岳安装牵拉器 通过软组织的拉伸 达到细胞分裂 组织再生的目的 使他的脚在拉伸的过程当中 逐渐再加上一个转向的力量 当他转得差不多以后 就控制了这个位置上 让他复正 复正到第二次手术 我们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把一张脚型的气象 脚正的气象 通过第二次手术 把它固定着我们需要的位置上 王一兰左脚的手术做完之后 经过多天的外固定价调整 三个多月的慢慢矫正 神奇的逆转发生了 拆除外固定架后 王一兰的左脚 恢复了正常形态 还不正于 我当时就不是高兴了 因为我觉得是 很愉快的一个过程 从手术到一直 一直到拆架子 中间都是 发生的一些事 都是很让人高兴的事 因为每天它都在变化 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样子 所以那些日子 现在闭上眼睛都历历在眸 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如果它有孤性的气象 孤性气象很明显 那需要做手术的 手术当中就需要 把那孤性的气象截开 刚刚就需要 截一个不同的角度和弧度 截开以后 再安装上器械 掀揽 这样在掀揽过程当中 旋转它会按照结构线 去转动 背后达到我们脚下 外可需要的要求 在王一兰的治疗过程中 手术做完之后 她的腿就被安装上 可以调整的外固定架 正是这些辅助器具 在这个阶段 帮助她完成了 畸形双脚的神奇逆转 这个脚型剂术前是 根据患者的脚的形态 进行量身定做的 通过调整 外固定脚型器的结构 让她脚从一个机型的状态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王一兰腿上安装的 外固定脚型装置 是由很多零件组装起来的 医生按照预先设计好的 手术方案 为患者安装好脚型器之后 就可以慢慢等待 奇迹的出现了 患者在后期的治疗过程中 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自己调节脚型器的力度 她的内涵在前拉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是 冒状自然的一种力 我们把它机械力 这个机械力在前拉的过程当中 它会转化成生物力 所以它实际上最终的接触 是导致了病变的组织 本来不能够栽生 细胞能够分裂 最后通过这种掐纳的诱导 能够使病端的组织 细胞化成分裂 组织那个栽生 通过栽生 矫正气形 寻出残缺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人类的出生到自然死亡阶段 人体组织从骨骼到肌肉 皮肤到血液等器官 都是细胞不断分裂 生长变化的过程 当人体生长到了一定阶段 细胞就会停止生长 而逐渐走向衰老 而在秦次和教授的 矫正畸形过程中 已经停止生长分裂的细胞 可以被激活 发生一定程度的再生和修复 实际上 秦次和教授 正是利用了人体本身具备的 这种再生能力 而采取外力微疮刺激的机制 实现了畸形肢体的矫正目的 那么临床的很多疾病 如何清楚有个更简单 高效 对比临床上小的方法 实际上是医学坦托 所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项技术 之所以它看起来这么简单 手术要是比目前技术的手术 创伤要小得多 就在于它管理什么方法的自然 对模仿自然的原理 对自然的化身 特别是模仿了大文进化论 自然选择 细胞在一种特殊的幻灵之下 通过刺激 通过诱导 是可以栽生的 具备栽生的潜力 这样矫正畸形的方法 简单方便 创伤很小 效果却是如此神奇 今后 许多畸形肢体的患者 也许不需要截肢 经过矫正治疗 就可以重新恢复 肢体的形态和部分正常功能 重新开始 新的生活 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术 包括机械工程 控制理论 较生理论 结合在一起 一开始很多的医生和壮大 看完以后 都感到就是两个字 神奇 生气到 医生理论 很难解释 为什么这么一个 通过签纳 能够治疗这么多 复杂的一些 顾客 一难达证 完成了锁脚的治疗后 王一兰仿佛看到世界 向他敞开了一扇门 他距离自己的梦想 又进了一步 接下来 他准备再次接受 右脚的治疗 2011年6月 王一兰在国家康复医院 接受了右脚的手术 我们这项技术 有前拉筑的再生 这是再生医学的 一个方面 一个领域 但是应该 能常常应用的 最成熟的一个领域 前前后后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现在 王一兰变形20多年的双脚 终于可以用脚掌着地 正常走路了 就第二只脚坐了之后 两只脚同时 平着踩在地上 当时感觉特别棒 站在地上的时候 觉得很惊奇 我觉得能这样站着 现在 王一兰内翻的双脚 神奇逆转之后 他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治疗的过程中 这些特制的腹具 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 王一兰一直收藏着这些腹具 这些看似冰冷的东西 却完全改变了 他的生活 我们过去始终重视的医疗康复 这个手段 医疗康复呢 就包括我们的药物 是疾病恢复的 也有用手术恢复 那么现在手术 药物我们都知道 但是还有一种 就叫工程技术手段 参与人体功能恢复的 大家了解的不多 这也正是我们教的 叫康复腹具 经过精心的治疗 和漫长的等待 小胡越的脚 能否完全扭转过来呢 这天 他可以拆掉 固定右脚的石膏了 拆掉石膏后 胡越畸形的右脚 已经被纠正到 正常的方向 以前穿鞋都是掉后面穿的 特别的难看 现在可以穿漂亮一点鞋 以前我妈给我买的鞋 我都不喜欢 现在可以买靴子了 以前穿靴子不行 所以现在可以穿靴子了 所以特别高兴 可以正常的穿着漂亮的鞋子 让胡越高兴 让胡越高兴不已 而让胡越妈妈放心的是 女儿终于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 拥有美好的未来了 接下来 胡越还要接受一些治疗 解决两腿的长度问题 胡越妈妈对此充满希望 我说我看他希望了 我说能完美的时候 能做的时候 肯定要做 不能做那是没办法的了 是吧 在能做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做的 不会放弃的 像他在后期治疗 他是做延长的 这个要好一点的 比以前 那个叫到这样的 你都过来了 你现在把他做拉长的话 更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有信心 在各种下肢畸形的患者中 由于脊髓灰质炎 而导致的肌肉萎缩 骨骼变形等情况 也非常普遍 21岁的黄晴玉 两岁时 患上脊髓灰质炎 导致他双下肢 肌肉瘫痪 并引起双侧的 中度曲宽 屈膝畸形 只能在地上蹲行 而无法站立 接受畸形矫正手术之后 现在 他要开始重新 学习走路了 施远航 也是因为八岁时 患上了脊髓炎 导致他的左腿畸形 本来要节肢的腿 在秦四合教授的治疗下 又有了新的心 他说你放心 你来到我 你是有希望的 这样说 后来我觉得 心顶大事了 面对各类的 下肢畸形患者 秦四合教授 一直尽心尽力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如果是通过脚型 能够把旧的 绝不让患者选择解肢 对秦四合教授 满怀感激知情的王一兰 决定利用自己所学的电脑特长 留在医院 为秦教授做义务工作 成了教授身边的 一位小义工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 限制技术方法 最终来讲 必须唯有简单 越简单的能力 到应该程度 它往饱和的内容 更光滑 而不是越来越复杂 临床更是这样 那么临床的很多疾病 如何寻求 又比较简单 高效 对别人床上小的方法 实际上也是 医学探索重要的方向 下肢脚型外科技术 看似简单的 矫正畸形方法 其实蕴含着 人体组织的再生理论 以及辅助器具的 巧妙运用 这样的方法 对于病人来说 创伤小 神奇地矫正了 肢体畸形的问题 为饱受痛苦折磨的患者 带来了